我們今天開會就延長到我們執行完畢 主席各位委員 初列席官員 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 陳主委你好 中華民國的金融秩序 是有公平有正義的 對應今天4月1號愚人節 剛好是一個天大的罪大消化 在 我們在野黨的時候 我們抓到 阿扁 這個可以說是 所有金控走後門 我每天在那邊講得滔滔不絕 這讓我想起 當初講說 319的這個槍決事件 沒有真相沒有總統 結果總統還不是當兩任 阿扁也是4年再加4年還不就下台了 所以相較這個金融秩序的正義跟公平啊 我覺得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嘛 我們可以看到 二次金改裡面的 這些藥角 也有一些22個人被起訴了啊 結果 今天證明一點就是啊 中華民國 是 金控共和國 直接金控 這些財團啊 他的威力啊 法力無邊啊 陳主委 真是難為你的 我覺得你很辛苦 你就是想要有理想 要來改革 要做金融秩序的一個安定 扮演一個 推動的一個角色 恐怕困難度都還很高 是不是這樣 我想這個 讓這個整個金融體恤能夠在法律的機制下運作 這是我們最大的期望 那剛才羅委員提到有一些金控的負責人被起訴的部分 其實我們要看他被起訴的法條以及情結 請問二次金改所牽涉的這個金融機構有哪些 行政院 行政院的這個二次金改檢討報告裡面 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公股股權管理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關於這個 金融建立法規的部分 那如果總共講起來應該是有五個案件 哪五個案件 一個是這個 台新和張營的案件 第二個是關於這個 公股事務給台新的案件 第三個是環南金控 有關這個 董事長代表民股的問題 第四個就是說 開發金並經理的案件 第五個是這個 中興經病 插幾兆風經的案件 謝謝 那請問 這些金融機構的負責人 現在是不是 還是一樣 董事長 董事長 金融權 自我為之 如果說他已經這個 有違法的事實非常明確的話 我們都已經按照行政法規來處理 有哪一個已經下台了 有哪一個是被停止職務的 他們也許不是因為二次經改 譬如說 當然 像比如說開發金並經理的案件裡面 曾經有一段 他們是有內線交易的問題的時候 那部分是因為當初是 金管會移送 然後有些事實沒有要補全 結果檢察官調查以後 把這個事實補全了 我們就按照那個事實來處理 所以那部分有 四個負責人解除職務 四個哪四個 中間有 有吳昌台 有劉少良先生 還有一個黃偉將 OK 那 現在所有相關的這些人喔 被解除職務了以後 請問 他公司還是存在那邊啦 可是實質經營的 幕後的操控者 到底是誰呀 這個目前來講 中華開發的話 是這個 陳穆代先生 當任董事長 他真的有那麼大的能耐嗎 請問他要持有多少的股份 員工是聽他的還是聽誰的 我想一個大的公司來講 他的運作 我當然按照公司法202條來運作 那你們有沒有去查 如果只是掛羊頭 賣狗肉 掛一個人在那邊 還在實際幕後操控 那麼請問 金管會的作為是什麼 這個我們有指示我們檢察局 他做過一次專案檢查 調過他們董事會錄音帶等等 一些文件都有調查過 那檢察局也會持續來注意這個事情 所以你覺得 陳穆代先生 他可以全力 百分之百來掌控開發金 我講沒有一個人 所以決策都是由 陳董事長來決定 絕對不是 因為我剛剛報告過 一個公司運作要按照公司法202條 是董事會來決定 我們銀行法裡面的規定 就是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 資格條件準則裡面 限制條件都寫了很多 你包括 你包括 有些 犯 貪污罪啦 或者是有違造文書 或者是違反商標法 專利法等等 工商管理法等等 這裡啊 零零種種啊 寫了 大概有14條 那事實上 你對這個銀行 這個負責人的誠信問題啊 這個應該是非常高的標準啊 結果 我們看到的是 是 消極的不作為 第14點 他這裡有寫啊 有事實證明 從事或涉及 其他不誠信 或不正當之活動 顯示其不適合擔任 銀行負責人者 你可以解除他的職務啊 結果我們看到 現在的14家金控裡面 有涉及二次金凱的部分 沒有一個有事啊 他是繼續在做 直接 或間接 或者是背後 還是持續在操控 所以主委 你會不會覺得 中華民國啊 真的是 財團當道 真的是 金控共和國 我覺得中華民國是法治當道 我們必須要尊重 現有所有的法律 那為什麼 金融的正義跟公平 沒有得到彰顯呢 只要他確實符合剛才 所以現在很多老百姓就是 覺得很無理啊 民調一直掉就是這樣 以前講說319沒有真相沒有總統 真相出來了一樣啊 他四年做四年也是幹完了啊 真相有出來嗎 還是沒出來啊 所以相較於 金銅的這個 整個問亂的市場 大家也希望說得到一個公平跟正義啊 結果有嗎 所以喔 台灣啊 真的是 企業 這些財團啊 才是永遠的執政黨 你想想 當年那個畫面 久憨耳熟 大家群起到 總統府 去官邸 去溝通 去協調 去喬事情 只有那樣的 畫面 歷歷在目 我們本黨也執政快兩年了啊 相較於當初的 我們心裡的 憤怒 我們做了什麼 這個金融資訊有恢復嗎 好了 現在 要去大陸的有哪幾家 你剛剛所講的這幾家 會不會去大陸開設分行 或是開設直行 有沒有申請 現在 因為這個 財委會還沒有做專案報告 所以我們都沒有接受任何 已經有申請的有幾家 沒有人申請 去大陸都沒有人申請 準備要去的有幾家 未來這些人如果要申請要到大陸 會不會依照你所講的第14條的規則 因為涉及誠信的問題 可能有送錢 可能有洗錢 然後限制他們到大陸去開發 去設紙行 去設分行 這個會不會列入參考 這個跟老闆報告 第一 我們在相關的執法裡規定很清楚 如果要去大陸設點的話 他本身要三年內沒有什麼違規的紀錄 這個我想這是 非常清楚的一個規定 請各位委員指教 第二 就是銀行負責人資格條件準則裡面 有14款的規定 前面13款都是要犯罪而判決確定的 只有14款是個特例 那這個特例其實我們也都有按這個規定在處理 所以只要符合 謝謝陳主委 我請那個央行的副總裁 我們請央行副總裁 有關民國93年 陳隨便總統開始說要做二次金改以來 相關涉及這個金錢 有匯到海外的到底有沒有 大概多少金額 這個我是不太清楚 那檢調單位依法 可以跟 央行要這個資料 那我們就有提供資料 所以之前談的 在那個總統府送七億送好幾億 那個是假的囉 還是真的 這個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是 我們 最近進出了 檢調單位要 OK好謝謝 副總裁他們檢調有沒有來要過 要過資料 相關資料應該我們有提供 那提供的內容是多少 我不清楚 那有沒有清楚的 你提供資料給他你不清楚提供多少資料 資料裡面是寫什麼 因為 提供給檢調單位的 OK好我也不為難你啦 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 這個已經拖了那麼久了 我們希望 金融的正義跟公平 應該要做起碼的彰顯 不然這個民眾喔 會覺得 太弱了啦 金管會生修了嗎 之前講金小刀 小刀磨一磨還會亮 我們也希望說金管會喔 曾主委啊 把那個大刀磨亮磨力一點啦 至少像官公一樣 站在那邊 為政八方 讓一些想要 這個 想要上下其手的 想要為非作歹的人 這會害怕 他是要遵守 金管會 相關法令的規定啊 應該是要這樣子的 好吧 以上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